首相德斯里安华起诉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诽谤官司继续延烧 安华认为慕尤丁作为资深的政治人物 理应清楚在选举期间不该发表煽动情绪的诽谤言论 更何况安华多年前已经澄清担任雪州政府经济顾问期间 捞取巨额酬劳慕尤丁偏要造谣声势 扭曲事实那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首相安华去年底入禀吉隆坡高亭 针对前首相慕尤丁在巴东侧海选举造势大会上 声称安华在担任雪州政府经济顾问期间 捞取1500万令吉酬劳起诉慕尤丁诽谤 安华在今年2月16号恢复慕尤丁的抗辩书 见指这名国盟主席身为资深政治人物还是一名前首相 明知不该在选举期间发表任何具有恶意或诽谤性质的言论 煽动选民的不满或敌意情绪 而慕尤丁的这番行为明显违反了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 安华指出自己早在多年前已经否认领取巨额薪资 偏偏慕尤丁还要造谣声势扭曲事实 他建议慕尤丁在做出严重指控之前 先查阅公开的国会会议记录 尽管慕尤丁声称 由雪州政府官员揭露安华捞取1500万令吉 但首相认为这是无中生有 否则慕尤丁应该公开有关官员的身份 安华也强调 巴东色海并不是慕尤丁上阵的选区 他也不应该对当地选民散播虚假 恶意的诽谤言论 尽管慕尤丁享有联邦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但这项权力并非绝对 也有一定限制 因此起诉方认为 辩方发表恶意言论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欧尤丁 徘律责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